1月6日晚些时候,从美国国会大厦内部拍摄的视频画面显示,特朗普的支持者冲进国会大厦,试图推翻他在选举中的失败。 特朗普的支持者闯入国会大厦,打断选举人票认证,震惊了全美乃至全世界。 视频显示,被打碎的窗户、翻倒的家具和散落在国会大厦内部的文件,美国第12任总统扎卡里·泰勒的半身像似乎被鲜血尽透。 在这场200多年来对美国民主象征的最严重袭击中,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强行穿过金属安全路障,砸碎窗户,爬上墙壁,一路冲进国会大厦。 警方表示有4人在骚乱中死亡,1人死于枪伤,3人死于紧急医疗事故,52人被捕。 一些人包围了众议院会议厅,议员们当时还在里面,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不断地敲门,迫使有关认证的辩论暂停。 安全官员把家具堆在会议厅门口,拔出手枪,然后帮助议员和其他人逃跑。 警察在发生骚乱3个多小时之后,清除了国会大厦的抗议者,并在下午5点30分宣布大楼安全。